大家好,我是霍车华 我跟我老婆来到了中国最冷的地方准备看暴雪 听说这边的暴雪过几天就要来宁了 为了抵御这里的阳寒 我在我的大棚子里面搭上了这个小棚子 晚上才勉强保住了体温 这就是所谓的棚中棚 接下来最低气温听说这里能够达到零下58度 为了抵御更冷的气候 我们准备想办法给这个棚子里面伸一下温度 这根黑色的管子就是我们的保命馆 晚上对着这个棚子里面吹 晚上就不冷 太阳出来了 这会儿这个棚子里面还是比较暖和的 我们家的狗狗已经出去了 哇,今天的天气怎么这么美啊 阳光明媚的 但是你们看一下对面的树林里面 已经挂满了雾松 真的是太美了 大头静早早的起来就在欣赏 这北国的雪景了 激不激动,静哥,看见过这种没有? 激动的不得了啊 在我们那里从来没见过 双能挂这么满 第一次这样啊 肯定是第一次啊 是不是不虚实行 纯粹是不虚实行 可能我们接下来可能又更激动人心的时候 去年有一个叫阿峰的小伙子 也是在这个地方挑战极寒 到了过年的时候好像被冻回家去了 他也就是在这个位置搭的棚子 有网友说的 我们搭帐篷的这个地方啊 好像有他放的地雷 我们也不清楚 听起来就吓人 既然他今年不敢来了 听说俄罗斯那边凉快一点 他去俄罗斯了 他留下了很多的保暖的设备 在那个梅老板那里 既然他今年不来了 我们待会就准备开着这台车 去把它拉过来 又跑到哪里去了 邪巴连走了 到庚河市里面了 我们这会儿去超市里面买点东西 现在我们准备去梅大哥那里拿东西了 他的车也在这里应该在家的 梅大哥 梅大哥 哎呀在家呀 哎呀还好还好还怕你没在家了 就是去又来个河了吧 对啊今年又来了 好好好 你这屋里面挺暖和的 好暖和呀 真的暖和 还是去年那样烧的这个火墙对吧 对对对还是去年烧的 还是烧着的 好暖和呀这个 大哥就是去年 去年小阿峰他走了 是不是放的火炉在这里 都在这里 啥都有啊 就是那些什么泡沫店都在这里吗 都在这里 你就要啥就有啥 今天还还要用一下 用拿 哈哈哈 好的好的 你的东西就是你们的东西啊 随时用你就来吧 我一直给你们保管啊 谢谢你啊 谢谢 没事 没事 放在那里面看一下 走走走 看我这东西都在这里 好 还有 这里面还有煤 哦 爬爬垫 爬爬垫 哎呀 全部 就用多少有多少都在这 你看归捞的整整齐齐的 这是锅 哎呀火炉在这里 这锅 长管的 啊 这边还有一个 哦 烟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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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好的 好的 来 你这个地盘还真大呀 我什么朋友 朋友的 阿虹昨天着火的东西 看到 这都是烧的 哈哈哈 阿虹烧火的东西都烧亮了 嗯 用你们拿走 烟管 烟管拿走 烟管 烟管 这个梯子里面这个大 梯子还要用一下 都拿走 啊 这个 这个 还缺东西了 还有我们就来拿 你就随时来求来 有啥东西 我有些东西你就来求来 好的 好的 如果你们要买梅的 你们就来这个大哥这里买 他的梅是既好又便宜 看一下这边 那里有一个加油站 你们需要买梅的 可以来这里买 他们家的梅是真的好 我们每年来这边旅行啊 都是在他们家买的梅 东西已经拉回来了 我们把它全部盘下来 放在这个位置 方便使用 取暖的设备拉回来了 这有两台火炉 这一台是贵州火炉 这一台是根河火炉 我那个帐篷里面 按的一台呀 只有按这一台吧 但是这一台 按进去的话 我不知道行不行 会不会烧帐篷啊 先把这个 爬爬垫给它铺上 铺到帐篷的地下 来到内蒙古 我们要吃内蒙古的香甜 糯玉米啊 又香又甜又酪 好的 好我去煮 玉米好了没有啊 快好了 来吧 玉米熟了 真的是又香又酪又甜 这个是内蒙古的香甜剁玉米 喜欢吃玉米的朋友 左下角小黄车可以直接下轮购买 把这个床给它铺上 待会再把火炉抬进来 明天再买点煤 床已经安装好了 我们把火炉抬进去看一下 走 金哥 走 火炉已经放好了 不知这样行不行了 感觉火烧大了 离这个床和这边有点近 到时候再看怎么弄 明天再弄吧 还有这个烟馆了 这里 它这里是对不上的 往这边移的话也不行 不管那么多了 明天再看怎么弄 明天没到了 我们就把这个火炉给它安装好 在里面生火做饭 肯定是非常的舒服 好了 兄弟姐妹们 今天的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拜拜